一个从我出生以来到现在都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 也已经18年了 就是这个刘海剔刹的问题 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旋 就不管怎么样 这个刘海它总是 就是很不听话的 就是这样一个分岔 就非常的不精致 但还好我刷那个小红书 刷到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叫刘海角正记 然后我还去下班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软袜机 我买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多的 他们买的好像大多份 大多份是那种小袋子 然后分两部嘛 我这个有四部 而且我觉得可以用很多次 那好像一次管的时间不会太久 所以我就觉得用买一段片价格 其实也挺便宜的 而且比起这种小袋袋的 这个这个早上你够是三十多块钱 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挺有限量啊 只是建议说 那如果你们要尝试用这个东西 可能买多一点会划算一些 因为它成熟型软化计划 它的成分啊 就是都是厂多的 效果都是厂多的 先是有一个烫钱护衣 好像一个会打算一样的 对不对我都说 我们现在就上手道 准备上一个软化计 这个软化计呢 是有很明确的说 不要碰到发根 我们就直接见到宫地的那个位置 这个味道就是点心的理发店里面 以前是烫实话 我喜欢这个味道 哎呀我看我穿的睡裤露出来了 好热 好就这样子 等个十五分钟 一会稍微一个头发出来这样拉一来 它如果有弹性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吃掉了 我在上不像那个播新闻 我上面穿西装 上面穿短裤面来播新闻 还有送这样一大块 这个 哇 这样可以抬头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头发已经软化到什么样了 挑一根出来 哎 就可以弹弹弹 这个时候就可以死掉了 哇塞 刚才现在就已经很直了 那他还是要上一个他这个定型剂 这个已经噴了 哇好刹啊 好再等十五分钟 好了十五分钟过去了 定型剂再洗一洗 然后最后再上一遍这个胖后护发 我现在去洗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现在去洗完 然后我现在 上了这个最后的一个胖后护发 等一会儿 快去动一下 那我现在去洗干净 好期待 我刚才发现 他们还送了一包 这毛发滋氧霜 就是全弄完了 之后再涂一下 这个霜上去 之后再吹干 这个霜应该不用涂太多 哎 好香哦 有点臭 有点臭 香香臭臭的味道 好现在出去干了 先洗澡一下 一定要 可以 哇 真的好直啊 太直了吧 真的好直 好直 好直 我觉得我的流海 没有这么直过 现在再休闲一下 我的流海又回来了 我都可以流起流海了 我之前本来都已经放弃了 现在 你可以看到都已经长这么长 我都已经 真是编登了 我都要再留住了 真的长长了好多 我头发长得好快 我想问 这样的流海 谁不想拥有呢 这个纸这么顺 我再稍微剪一下 我好像剪短了 虽然剪短那么一丢 就但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 把我的眉毛弄出来 而且过来 时间长长一点点的时候 我看见 小红书 额头有穴 导致绿毛 后续流海分叉 不好看的 脖海的胎毛 长得万七八糟的 一段钟脚蛋白 软化剂 涂抹在发根 把流海 说到你想要的方向 空气流海分叉的话 可以这样交叉时 效果更好 发际线秃的 取一点胎毛下来 发根及头发整条涂满 等待15分钟 洗劲 用清水拆干 再用定型剂 同样的方法操作一遍 不定等15分钟 直接洗头 洗完头之后 看这根腻毛就回去了 再也扒了不过来了 原来乱七八糟 胎毛也变得顺滑了 发际线秃的遗憾 也被完美的绝住了 记得去搜 矫正流海 小红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